2013秋冬迷思示范第二波 我们邀请到李冠一老师 讲解今年秋冬时尚的流行趋势 过去啊我们讲到高贵优雅 其实都是女装的代表词 但是这两三季来 一直都有一种 比较会公子的特色 会出现在女装里面 很多设计师他会在一些 面料布料的处理上面 会让他有一种金属光泽的感觉 这也是这一季 很多设计师会使用的 这一季我们也会看到 一个很特别的男装 是很多设计师在使用的 是算蛮贵的一种布料 就是那个提花 如果你不想太高调的话 你可以配一些比较灰暗色的 或者是黑色的裤子 或者里面的衬衫去搭配 那这样看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的夸张 有一套是POINTJO的裤子 它就是我今天讲的说 比较宽松 它是非常宽松 垂墜感非常好 而且还有打折的裤子 那你单单看到裤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是很大 看起来应该会很肥 但是其实因为它垂墜感很好 所以反而是拉长了 整个腿的长度 那上面我觉得 你配一些比较紧身 合身的上半身 我觉得这样就有点拉长的效果 过去几季呢 男装每一季都不断会有军装的出现 但是比较呈现阳刚的气派 不然像文学派那种 比较学院风的风格 也是不断会有出现在每一季里面 但是这一季发展出来的是两个的结合 大家比较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这一季很多设计师 都会相同用一个颜色 就是橄榄绿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选择这样的颜色来试试看 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军装的东西 是比较修身 比较贴的 所以这个也是这一季比较客友的风格 如果是比较像迷彩啊 军装的那些东西 如果那个迷彩你没有搭配好 就会真的很像军人 但是如果你能配一些比较鲜艳的东西 或者一些比较正式的裤子 可能是西裤 那就会造成一种比较冲突的风格 紧接着秋冬迷失系列第三波 将于下周登场 敬请期待 请期待